第十七题 将100克100度C的金属球投入100克10度C的冷水中 5分钟之后达到热平衡 测得当时的水温为20度C 其温度与时间的关系如右图所示 若热平衡的过程中无热量散失 且已知水的比热为1卡克度C 则金属球的比热为多少 这个是一个两物互相混合相接触的问题 我们知道两物相接触之后必达热平衡 热平的意思是温度会相同 那么因为过程中高温的会放热 低温的会吸热 而我们的热量不会平白雾雾的出现或消失 所以呢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那么这一题并没有散热 那么我们的热量算法就H等于MSΔT 就是我们的算法 那么我们这题是高温的100度C的会放热 低温的水会吸热 所以放热的质量100克 所以它的比热不知道 所以它的温度变化 原来的高温是100度 最后的温度呢是20度 那么等于一个低温的吸热呢是水 它质量是100 比热是1 然后呢温度变化呢 最后的温度是20度 原来温度呢是10度 所以呢算法这100就会消掉 这里就是80X 然后这边会等于呢10 所以S就等于八分之一 也就是0.125 所以呢 然后卡克它单位是卡克杜西 所以呢 我们第17题的答案呢 我们要选的是A 然后0.125 然后金属球的比热是0.125卡克杜西 然后是A.125卡克杜西